正在日本訪問的英國外交大臣哈蒙德 星期五和英國國防大臣法輪 參訪了停泊在東京西南部橫水河海軍基地的里根號航母 哈蒙德再次譴責北韓的核試驗 但同時亦對首爾恢復批評北韓金正恩正庭的高音馬巴廣播提出質疑 哈蒙德表示北韓用完全不負責任以及挑釁的方式進行核試驗 他完全理解南韓人要作出反應的壓力 但南韓必須要比北韓人更有高度 他敦促南韓和該地區其他想法類似的國家保持核掣 在北韓日前宣稱成功地進行輕彈核試驗後 南韓宣布星期五開始恢復對北韓的高音喇叭廣播 哈蒙德認為用這種方法作出回應只不過是想要北韓設下的圈套 哈蒙德強調如果讓南韓保持克制 國際社會必須要拿出更加合適的反應措施 僅僅是口頭宣傳是不足夠 國際社會必須要準備好採取的行動 使得針對北韓金正恩政權的制裁更加有效 而另一方面 南韓從星期五當地時間中午12點 在潮汗邊境附近的11點 恢復高音喇叭廣播 南韓統一部說 恢復對北韓高音喇叭廣播 符合兩國最近達成的外交協議 該國協議規定 如果發生異常的情況 廣播可以恢復 不過南韓民眾對恢復對北韓高音喇叭廣播 有不同的看法 首爾的居民表示 恢復反北韓宣傳廣播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他認為應該採取更加強硬的行動 南韓自己應該是有核武器 似乎北韓方面是看不起他們 他們總是處於手勢 而另一名首爾的居民就說 北韓進行核試驗當然是一件壞事 他不知道用高音喇叭廣播來回應 是不是一件正確的做法 因為攻擊北韓脆弱以及敏感點 是一種敵意的做法 北韓還未對南韓恢復高音喇叭廣播 是作出回應 北韓認為這是一項心理戰的行為